好复理乡公所是特别邀请到了各村结婚多年的模范夫妻 以及新著名夫妻进行来表扬 也为参与的夫妻们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还有结婚书约 总共有13对的夫妻结婚都超过25年 除了有结婚70年的夫妻 还有跨国婚宴 是如何在不同语言情境之下 还能够维持婚姻多年 大家是共同的交流相处之道 那么乡长江东成说 希望以这些模范夫妻的爱情故事为典范 来证明爱情的美好 以及相互扶持的重要性 复理乡公所特别邀请各村结婚多年的模范夫妻 及新著名夫妻进行表扬 也为参与的夫妻们准备精美礼品与结婚属缘 总共有13对的夫妻结婚都超过25年 其中更是有白金婚 结婚超过70年的夫妻 70年了 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还有跨国婚姻 如何在不同语言情境下 还能维持婚姻多年 大家共同交流相处之道 江通成说 希望以这些模范夫妻的爱情故事为典范 证明爱情的美好 与相互扶持的重要性 刚开始可能语言有一点不通 可是就是用沟通的方式 忍让的方式 然后一些观念也会不一样 可是现在的话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是 一个生气就一个闭嘴 一个闭嘴就一个讲话这样子 就是这么简单 刚开始不习惯 现在习惯了 有小孩了就不会 就有伴了 我就是跟老公一起坐天 然后是有空的时间 我就会去外面工作这样 两个扫一扫就好了 然后隔一天就好了 如果我们吵架的话 我会让 我自己会不会跟他争 各个夫妻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不管是酸甜苦辣 都是夫妻共同承担与吸收 有欢笑也有泪水 相互扶持才是最重要 乡长表示 透过活动表扬 让夫妻间互量互信的相处之道 传承给下一代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